學歷史 哈囉大家好 我是華倫 為什麼不要學歷史 因為學歷史 會讓你了解到頂層階級的思考方式 成為他們的競爭者 所以他不希望你去學 還有學歷史 會讓你看到許多前人成功及失敗的案例 你的競爭對手想要好好的睡個覺 所以他也不希望你去學 最重要的是 學歷史 會讓你了解人性 你的老闆以及同事 都希望你保持天真的心 所以他們更不希望你去學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接下來我要跟你說的是故事 而不是歷史 今天要說的主題是 信用其實是一種交易成本 我們今天還是要從春秋時期 靖文公的故事說起 一天靖文公在收到周天子 所賞賜的土地之後 他準備前往去收取這天子 所封賞的土地 但他沒想到 這封地上原來的貴族 卻煽動了你們說 哎呀 靖文公打算屠城 所以大家要怎麼樣 堅守城池 拒絕他進來 這靖文公你看 這些人竟然敢拒絕大王的命令 所以他打算怎樣 率領軍隊攻城 來個直接佔領 這時候 他一旁的大臣造帥建議他說 主公啊 若是將來我們還要管理這裡面的居民 那就不適合猛攻 大家之所以抗拒主公入城 是因為大家還不太相信 所以呢 主公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並不是派兵來攻打城市 而是讓大家信任我們 信任 說得容易啊 這麼短的時間要怎麼建立呢 照說一說啊 主公 我們下令軍隊 只要圍城 不必強攻 三天 若三天無法取得這城池呢 或是人民不願意投降 那我們就退兵 同時將這個消息呢 傳入城中 靖文公聽完之後想說 好 就照你的意思做吧 很快啊 這三天的期限馬上就到了 當天晚上 有城中的百姓呢 偷偷溜了出來 他們告訴靖文公 他們看到靖文公呢 並沒有攻城的意思 所以知道 他們被城中的貴族給騙了 他們現在呢 願意按照周天子的意思 開城投降 並且呢 獻出這個城池 然後告訴靖文公說 明天晚上吧 你來攻打我們 我們會偷偷打開城門 讓你進來 這樣 靖文公就可以直接攻入城中了 不過他們萬萬沒想到 靖文公聽到這話之後呢 卻對他們說 謝謝你們了 但是我已經說好了 三天 要是三天呢 我沒有攻下這城了 我就離開了 而今天剛好是第三天了 謝謝你們的好意 我明天就走了 這個城池 還是留給你們自己吧 你們呢 就好好繼續保護這座城池吧 聽到靖文公這樣回答 一旁將軍們都建議靖文公說 主公啊 要得到一座城池很不容易耶 而且不過才差一天而已 不要隨便放棄啊 那靖文公卻對大家說 他當然知道要得到一座城池並不容易啊 但是 要得到人家對他的信任更難 若是他今天不守承諾 那他明天說的話 別人還要不要相信啊 一旦人民或是大家不相信他 所有的事情管理起來都會非常困難 所以他堅持 時間一到 撤軍走人 就這樣 靖文公信守承諾 隔天大軍撤退 而當地人民在知道自己被貴族騙了 並且知道靖文公是個蔣信用 而且賢民的國軍 所以大家紛紛站出來啊 願意自動獻出城市 這貴族一看哇 沒辦法了 所以怎麼樣 只好去追這靖文公啊 他將這靖文公追回來之後告訴他說 他願意按照周天子的命令 開城獻地啊 就這樣 靖文公兵不寫任啊 完成了這次的任務 要是你有看過很多成功商業人士的傳記 你會發現 裡面除了強調努力感激 創意等等之外 我想 大家最常看到的就是 他們會強調 做人要有信用 不過大家都說奸商奸商 那這些人 真的會像他們口中說的 或是書中說的一樣 講信用嗎 如果是不會 那他們為什麼覺得 這個信用很重要呢 其實將心比心啊 你只要想一想 要是有人答應了你做了什麼事情 結果後來反悔了 下次你在聽到他答應你說什麼事情 他可以幫你做的時候 你會不會擔心他做不到呢 既然擔心他做不到 那你是不是要有一定的備案呢 若是每件事情都要準備備用方案 那是多大的成本啊 所以做人或是做生意 的確是需要講信用的 不過呢 這裡可能有一個小小的誤區 怎麼說呢 因為這些成功的商業人士啊 只有強調要講求信用 可沒有強調要老實哦 我們常常把誠信這兩個字連在一起使用 久而久之呢 就會覺得 講信用的人呢 就要誠懇 而誠懇的人呢 就是老實 所以不老實的人呢 我們倒過來講 他呢 就是不講信用 這可能是有點混淆啦 信用與老實不一定是等號耶 就拿我的經驗來說吧 我之前呢 交手的這個經銷商啊 其中有一位業務啊 表現得非常傑出 而我剛到公司的時候呢 很多同業都批評他說 這個人不老實 很奸詐 後來 我在多次與他交手的過程中呢 我發現啊 這個人腦袋真的很活 總是能從規定中呢 找出漏洞 當然啊 很多人會覺得他還在玩文字遊戲嘛 所以說怎麼樣 他就是不老實 不講信用 但是呢 當我把這些文字 或是語意上不明的地方呢 逐步釐清之後呢 你覺得他會守規矩 他有沒有不守信用呢 沒有 一次都沒有 只要是白紙黑字 或是他說出來的話 他都有遵守 那你覺得 這樣的人算不算有信用呢 我再舉一個生活的經驗吧 相信很多人呢 都有到日本旅遊的經驗 一開始呢 我對他們不二價的文化感到很好奇啊 不過仔細想一想啊 你看一件東西啊 你到哪裡問都是一個價 那你還需要花很多時間貨比三價嗎 這樣 是不是大幅減少了交易的時間 另外 當價格不再成為競爭的關鍵時候 那競爭的關鍵有沒有可能就變成什麼 是服務人啊 再仔細想一想 有時候呢 我們去到一些觀光的地方想要買東西 一個東西啊 老闆跟你開價一萬 結果你跟他還價說我只要一千 那竟然還成交耶 那你真的會覺得你賺到了嗎 還是你會變成 之後呢 要去當地旅遊之前 會先對貨物的真假以及還價的技巧 要預先做一番功課 那這樣要不要花很多時間啊 因為要是你沒做好這些功課了 到了當地就很有可能被人家騙錢啊 所以 要是你沒做功課 你還敢在當地消費 或是會選擇在當地購物嗎 久了久了 他們的生意可能會越來越少 或者是還價的人要花的時間會越來越多 那交易成功的次數 或是整體交易金額有沒有可能就下降 而這種結果呢 有沒有可能造成當地觀光或是生意 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啊 這種無形的成本 恐怕是他們一開始也沒辦法計算進去的吧 你說是吧 若是你還有其他想法 也歡迎留言給我哦 好啦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 如果你就是不聽我的勸 想知道完整版的故事內容 你可以從說明欄 找到我愛故事頻道的連結 不過記住哦 你是來聽故事的 而不是來學歷史的 要是您喜歡這個頻道 麻煩您動動你的手指 追蹤留言 或是給我五星評價的支持以及分享 謝謝您來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